今天是2024年3月6日 星期三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说两单新闻 第一单是关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发言人华春莹 他精辟反驳美国商务部长雷梦多的中国汽车威胁论 这件事件我们看到 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已经越来越低壮 亦证明了形势逆转 美国已经很难再阻碍中国发展 第二单新闻我们要讲一下23条立法进度提速 在北京参加两会的特首李家超 和多名新兼港区人大政协委员的立法会议员 都提前回香港 似乎在密罗紧估 为23条立法工作做好准备 有传媒报道 立法的工作将会赶在国家安全日 即是4月15日前完成 比原本的计划最迟7月中完成立法程序 提早了三个月 就好像特首所说 早一日完成 就多一日维护国家安全 正常的香港人当然要支持 我们首先讲一下中美博弈的新闻 近日美国政府有张黑手伸向中国电动车 2月29日 总统拜登就以潜在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软件 展开了调查 商务部长雷梦多跟手接力 他在一个访问中恐吓美国人 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架中国车 北京就能够令他们全部在同一个时间关火 接着他还用iPhone来做比喻 他说当你将iPhone连接到你的车接收信息时 试想一下可能每一分钟都收集几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 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在X即以前的Twitter 发布了雷梦多这段访问的影片 还特意hashtag了他 华春莹是这样写的 他说善意提醒一下雷梦多部长 iPhone是美国的产品 你是不是暗示iPhone Tesla甚至是波音 一直都将机密的数据传回去美国 还有可能随时被华盛顿关停呢 真是精警到绝 雷梦多懒醒以为自己好口才 以为胡说去抹黑中国 不用负责 谁知被华春莹一句就抛尽了 说实话雷梦多是不是鬼拍后尾枕 不小心洩漏了美国的最高机密呢 真是不知了 但以美国的国家有什么做不出 都不排除有可能的 华春莹还批评雷梦多 他说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锤仔 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是像钉 这个意思即是说你拿着锤仔 一看到钉就要打它 这段铁文还附上了图片 列出了美国过往炒作中国威胁的词典 包括华为、TikTok、 气象无人飞艇、 起重机、粟米和大蒜 其实雷梦多煽动美国人敌视中国电动车 应该是有经济和政治意图的 汽车工业曾经是美国的骄傲 但由于近年美国工业实力严重下滑 根本打造不到电动车的全产业链体系 以制造业强大的中国 不单只掌握了电动车电池的核心技术 更将电动车做到密美价廉 逐步推广全世界 例如比亚迪在2023年第四季 纯电动车销量已经超过Tesla 坐上了全球头把交椅 而美国的苹果公司由于竞争力不足 近日已决定放弃 启动了10年的电动车生产计划 中国电动车越做越碰 美国越做越煤 难怪雷蒙多对中国事务妒忌恨 从政治角度去看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为了争夺美国汽车工人的选票 白宫这个时候出手打压中国电动车 再由雷蒙多助攻 炒作中国电动车的威胁论 也有可能为了迎合美国汽车工人的诉求 只不过雷蒙多写台词实在太差了 逻辑混乱兼幼幼稚 别说挑剔中国 连美国人都说服不了 有美国的网民批评雷蒙多 说他就是喜欢散播恐惧 而不是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而中国的车之所以是有竞争力 是因为比美国车更加好更加方便 这一名美国网民就说出重点了 不过靠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起家的美国 今天已经是越来越怕去竞争了 只是懂得向中国出阴照 但又有很多的 好像雷蒙多这么有高质的搞手 所以就经常制造国际笑话 娱乐大家 好了我们讲完中美了 我们转个话题 讲讲本地的新闻 立法会在今天3月6日下午2点至4点 就23条公众咨询举行了联席会议 多位在北京参加两会的立法会议员 也都请假提前回香港准备会议 有传媒就报道 预料23条立法的详细内容即将出台 最快可能在3月13日的立法会大会加议程首读 也都有传当局有意赶在国家安全日 即是4月15日前完成23条立法的工作 特首李家超已要求政府团队 尽快完成相关的工作 将草案提交去到立法会审议 公众咨询结束后 政府就收到超过13000份公众意见 近99%支持立法 证明了23条立法已经是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而立法惹来的西方政府和政客不断评击抹黑 也都说明了23条触碰到敌方势力的痛处 所以他们就要出手指手画脚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昨天3月5日 就点名批评英国外相卡梅伦对23条立法的言论 邓局长就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 每个地方都可以就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状况 制定适合自己的制度 没有说哪个比较优越的 他就质疑英国还是沉浸在100年前的帝国时代 卡梅伦和西方政客基于双重标准玩政治操弄 至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雨瑞就说 有美国公司来到香港的时候 因为担忧网络安全问题 在香港会用抛弃式的手机和手提电脑 邓局长就反驳说 非法窃听是美国的专场 美国甚至会窃听外国的元首 反问如果去美国做生意的人 是不是都要使用即器的电话呢 邓局长的反驳非常之make sense 西方势力根本就是借立法做文章 2023年9月新华社就发表过一篇名为 《美国舆论战的20种套路》的文章 在今次的23条立法舆论战里面 其中有几招西方正在用在香港身上 例如其中一招叫做燃过其实 西方政客媒体刻意去夸大 指23条立法是会危害香港的经济 引到公众对立法产生负面的观感 甚至是恐慌 另外一招叫做无中生有 偏造谎言是舆论战一种常见的战术 例如梅雨瑞炒作美国人来到香港做生意 担心会被监听 就是在无任何的证据的情况下 将香港污名化 目的就是令到世人误信 香港已经是没了自由 而港府会不分青红造白 敌视西方的一切 包括正常的商业活动 近年香港经历过多长的政治动乱 正常人都认识得到 香港不是本地政治问题那么简单 而是由国际的大气候 和香港的小气候共同组成的 香港拥有联通中国和世界的特殊地位 也因为这样成为了西方敌对势力 渗透中国的桥头堡 23条立法 关乎香港和祖国的根本利益 所以赶快立法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 的三部曲 留言、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 med内容 准 الح解